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这个苏小姐来是想跟我们聊聊有关这个加拿大台湾社区为病同基金会筹款绑会的一个事情 这个筹款绑会是今年第一次办 是我们第一次办 是为什么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理由一个动力想让您要就是说筹办这么样一个绑会呢 OK 其实是一群台湾社区的一些年线 我们想要做一些回馈于社会的事情 那这次为什么会选择病同医院说我跟他们Volunteer的这么多年 亲近的看到他们是怎么样为孩子的奉献跟照顾 那他们是一个很专业的团队 其实是我们加拿大最具代表性的医疗团队之一 那他们每年不只照顾到陈建昌文的孩子 不只是加拿大世界各地孩子需要被救援 没有需要被照顾的一些孩子 其实他们都会送到那个Sick Kids这边来 那所以我们觉得说小孩子嘛是最没有所谓的ability的 那我们如果能够照顾到孩子 这是我们很希望能够能够做到的一个方向 的确是只有这样然后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美好 对啊 因为其实小孩子嘛 他们是人家都说小孩子是我们未来我们的 future 那小孩子这些孩子都很可怜 因为很多孩子没有出过他出过医院一步 因为他们有的生下来 他们就是一直被救援到也许康复了 康复了在每个月要再回去定期追踪各方面的情况 所以就说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事情 能够帮助到孩子 那对这个社会上也比较正面的一些意义 那其实这次这个为这个病同基金会的一个筹款的活动 可以说是一系列的一个活动对吧 然后这筹款反应是最后一步了 那在之前你们还举办过什么样的活动来筹款呢 OK 其实我们一开始 Common的idea只有筹款晚会 那我们把这个idea带到社区里面去跟不同叔叔阿姨啦 或是自己的朋友 那他们的灵机一动 把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变得很丰富 那包括说有台湾的贡丸啦 有凤梨书啦 那甚至还有台湾著名的设计师 从台湾空域的一些礼服来义卖 那还有举办 接下来的这个活动是芳香生活DIY 主要是说任何的 他们用每一个人 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参加慈善餐会 可是他们尽自己一份力来帮CKids筹款 所以就是说 这次我们一共大概有六个活动左右 那整个不止社区啦 每个能够攻击到一份力的人 他们都尽他们最大的力在帮忙筹款 那么就是这个芳香生活是这个周六会举办 然后筹款晚会是在四月份 他说刚才您说一共六个对吧 那之前已经有四个活动举办过了 效果怎么样 其实有不同年龄层的人在参与 因为除了说那些食物当然是比较 可以推广到更广泛的年龄层 那我们其实也举办了一个是为孩子而设计的教育课程 教他们如何养育 如何去照顾这些东西 那这个成像来说 大家都大家都制造SKids 可是可能就有这样的活动 让他们更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帮助SKids 那也让孩子了解说 其实现在好多孩子他们有很富裕的生活 生活环境也很好 可是他们去看到别人这样子的时候 其实他们相对的有不同的学习 然后也想想说自己真的很幸运 可以帮助到其他孩子的时候 他们也很开心 那因为这个活动是第一次举办 所以我相信可能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 也是遇到过种种的这种困难或者是阻碍 也相信收到了很多人给予的帮助 对 这次的活动是我们是我们台湾社区第一次 用台湾社区的免疫区做 那是我们当然在加上说 我主要我为了这一次而成立了一个筹矿委员会 那每个人都是属于比较年龄层比较低 轻一些的 年轻的 对所以一群年轻人在做这件事情 有很大的支持 也很大的挫败 因为毕竟年轻人还是有限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社区里面不管朋友啦 还是有很多人不只是台湾社区很多社区的人都给予我们很多的帮助 这次我们的sponsor里面有很多加拿大local的一些公司 台湾 台湾 原本台湾的这个公司 或是说 不管香港 甚至有印度的公司 都是我们sponsor之一这一次 对 筹款晚会 就是这个筹善款 大家非常关心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善款会被用在什么样的用途 OK 其实Zikids当初我们在跟他接触的时候 他有问过我们的意见 就是说 如果你们筹款你想要放在什么部分 我们没有太大的要求 我们对他们有相对的信心 我们相信 我们筹到的每一分钱都能用到病同医院最迫切的需要 不管说是孩子的医疗 设备 或甚至research 也许现在的research可以救到未来更多的孩子 那我们相信他们我们如果能够抽到一笔 不管是多少额度的金钱 他们都会很认真去使用每一分金钱这样 有一个目标吗 我们有一个目标是一万块加币 会使用更多 然后这一万块钱就是全额都给这个病同医院 是的 我们这次的账 事实上我们会有一个会计师会帮我们审核这个账 那审核之后 我会送到Zikids会再审核 那最后的这个额度 就是我们会全数捐出的额度 那我们不会留下任何的research fund 也不会说付薪水 或是有的人不同的用途 可是我们就100% 剩下的100%每一分一行我们都会捐出去 那你说到这些比如像参与这个活动 这些志愿者 他们没有薪水 都是凭自己的一份爱心 爱心就是最大的动力吗 来参加这个活动 对你来说 对我来说就是说 其实我很多人都是因为朋友 大家都很有义气相挺要完成这个活动 当然也没有人有任何的车马费或薪水的支出 那我们是相信 其实能够帮助别人的能力不在于金钱 而在于那份行 所以不管你是今天是一起来做这个活动 或是一起帮忙抽款 或是直接帮忙去推票 或甚至只是推广这个慈善的这个意义或idea 其实都是很被感谢的 对 所以你说我们今天也要接这个机会 OTV这个平台跟电视剧间很多观众朋友 要推荐一下 是 跟我们说一下这个筹款晚宴的时间和地点 好不好 好 我们的时间是今年的4月6号 是星期六的晚上 6点开始 是在Downtown的那个Shirtle Hotel 就在Queen跟Young Street的那个hotel里面抽款 那我们的票价是80块钱 BIP是150块钱 那我们的这个是全额捐给Sikids的 对 那当天晚上是差不多两个半小时的活动 也就是说除了dinner之外 我们有一些慈善议员的那个artists 他们也会来帮我们一起住行这样子 所以当然也有包括 这些比较人家 一定要有的就是像抽奖啦 或是silent auction部分 那今天我们很荣幸 算是第一次我们有一些大厂家提供了 我们有两张的机票是到亚洲去 然后我们甚至找到了一个local的 Canadian的厂商 他们是offer钻石 也就是说offer那个钻石的year set 对 那这次的礼物可能没有到非常放得多 可是他们都是每一个人的爱心 大家去也不是问了这些礼物而去的 当然大家绝对不是去的 当然大家都是为了慈善而来 那这次的这些礼物也是因为厂商 对于我们这个活动的肯定 然后他们不论在机票啦 或每一样的礼物都是一分心意 那我们也都很感谢每一个人能够 不管是支持或来参与的每一个人 所以说距离这个筹款晚宴 还有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 这个票卖得怎么样 还有吗 现在我们还有一些票还需要推 那如果说有兴趣的人 希望能够打电话给我们 或是上我们的website 需要更多的咨询 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 email给我们 那希望那一天呢 希望能够参与的人数是差不多200个人 那目前为止 我们大概可能有160个人左右confirm了 那最后这两个礼拜 希望再push你最后的这次是张票 相信会没问题 因为社会上热心的人还是很多的 我相信是 也希望说最后这两个礼拜可以再加把劲 然后达到我们的目标 这样子 所以说电视期间很多这个观众朋友 如果想在这个春天初春的时候 奉献一份自己的爱心 他们台湾社区为这个病童基金会 做了一个筹款的晚宴 那么刚才森丽也跟我们介绍 这个筹款晚宴 就是在4月6号下下周六的这个市中心 来登酒店 从六点钟开始 他们的门票 比如像普通的80块钱和VIP150块钱 都会全额作为善款捐献给这个病童医院 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们知道这周六 还有一个叫芳香生活的一个活动 大概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这个活动 我们推增活动是说 就像我刚才提的 其实慈善的这个餐会 只是原本最先的idea 那既有大家的脑筋急转 我会跟他们冒不同的idea之后 才会把这整个新 那个筹款的新链活动变得很丰富 那这个活动是我们的一个朋友 可是他是一个certified的方向老师 那他其实也是一个台湾的专业护士 那他想推动的是 让不同的年龄层了解 现在的生活是很繁忙的 很紧张的 那方向量法是可以帮助人家轻松 比较轻松也可以比较relax 在这个生活 那这个课程推动的当天呢 来的年龄层可能一般大部分都可能女孩子 因为比如说预言嘛 泡澡这种东西可能女孩子比较喜欢 那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会愿意来参加的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很感谢的 那除了是说这个是一个慈善活动以外 那其实对你最大的效益是说 你也学到说怎么样去好好地照顾自己 除了每天卫生物忙碌之外 对 好 非常感谢新铃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介绍了台湾社区为病同医院所做的这个筹款 筹款活动的一系列活动 然后他们这个重头戏就是在4月6号 下下周六的一个洗来灯的一个筹款晚宴 希望很多电视机前有爱心的朋友 可以到时候按时去参与 对 好 谢谢新铃 我们今天访谈到这里 你先暂时告一段落 我们稍时休息 广告回来再会